100米自游泳一路狂飙 19岁中国新飞鱼打破两项纪录夺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叔亮哥 北京时间5月1日2023年 全国游泳冠军赛 第一个比赛已经结束了较量 我今天给他会介绍的是 男子100米自游泳决赛的比赛 我今天给他会介绍的主角 就是来自浙江的潘长乐 潘长乐曾获得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 男子400米自游泳冠军成的 现在的潘长乐年已才只有19岁 可以说也是中国的新飞鱼 本场比赛 潘长乐在预赛的时候也有着非常不俗的表现 预赛的时候潘长乐处在第四泳道的位置 预赛比赛开始后 直见潘长乐出发非常不错 一下子就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接下来直见潘长乐领先 差不多有一个身位的距离 继续一马当先 不过在最后20米的时候还是有点烦恼 最终预赛潘长乐游出了49秒13的成绩 以预赛第一的成分进行决赛 决赛潘长乐处在第五泳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 潘长乐的最大丢对手 就是处在第七泳道 来自河南的王浩宇 比赛的时候 潘长乐出发非常不错 出来领先的汉率中 王浩宇出发就会稍微逊色一些 出来落后的位置 虽然出发反应潘长乐不是第一位 但是入水才没多久 直见潘长乐就已经奋力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刚开始就可以感觉到 潘长乐就展现出非常迅猛的态势 前50米结束的时候 潘长乐遥远领先处在第一位 王浩宇落后0.33秒 处在第二的位置 比赛进入最后50米的冲测阶段 直见潘长乐开始展现他的超强火转加速能力 继续想不能存在 虽然王浩宇也在咬牙直坠 但是还是被无情的甩开落 直见潘长乐压着全国记录的现在以后 直见潘长乐也是游风落 直见潘长乐率先出别 最终潘长乐以47秒22的成绩无需念夺冠 王浩宇以48秒15的成绩获得亚决 潘长乐这47秒22的成绩不仅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的警告 并且也成功打破了47秒65的全国记录 而且还打破了47秒56的亚洲记录 并且大幅度的提升了亚洲记录 距离该项目的世界记录也只有0.36秒的残距 可见潘长乐的未来也是无可限量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体育赛事 由我大手相伴 我们下期下回